一把倒壳炭 一勺洗粉 开水冲服 什么虫子都得干掉 红蜘蛛牙虫跑不了 hello大家好 我是佛山阿花匠 有朋友问我 家里的花盆里面长了很多牙虫 长了很多红蜘蛛 怎么办 红蜘蛛还比较难搞点 牙虫那算什么问题 那家果跑得又慢 基本上你稍微喷一下 很容易就会死掉 包括网上说那些几种 其实也可以用 比如淹湿水啊 大蒜水啊 只是不彻底而已啊 为什么不彻底 原因就是你不够频繁 我在家里 我是好多年没有看到牙虫的身影了 因为呢 基本上都被我消灭掉了 消灭掉之后呢 它不会再复发 尤其是在家里 或者是在楼顶样子 所以啊 当然呢 地灾呢 可能每年都会遇到 那么怎么办呢 有些朋友说 用红蜘蛛专用药 用牙虫的专用药 那肯定可以 但是您想一下 以前的农民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用什么杀这个 这些虫子呢 他已经存过好多好多年了 以前也有的 那怎么办呢 我告诉你 在古代 咱们国家的老农民 在古代呢 他们杀虫子呢 来来去去就一两个方法 用的最多呢 就是草木亏 或者是倒壳炭呢 今年呢 就更加有史了 除了偶尔会看到一些 苍蝇飞来飞去 因为我在那里 哦肥 其他虫子都很少看到了 一般情况看到了 马上去处理 比如前段时间 这颗无花果的 那个 这个关节的位置呢 就突然间 好多好多的小黑飞 从这个位置去跑出来 然后呢 当时我就用一些 涂白剂 把它彻底封死之后呢 这个后面呢 小黑飞就传播不见了 然后现在你看 这无花果 一叶一果子 状态非常的好 哈 草木亏块的倒壳炭呢 养花呢 很多朋友都知道 一般情况呢 都是撒在垮盆里面 用的很多 但是呢 其实草木亏块的倒壳炭呢 也可以把它变成水溶液 水溶液变成液面肥 去喷到我们的植物上面 只要给它找到合适的伙伴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另外一种的杀虫剂 而今天我们用到的伙伴呢 就是洗衣粉 当然呢 您可以用那个洗手 那个洗碗 那个洗洁 洗洁 效果也是不错的 它 跟洗衣粉的作用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红蜘蛛 牙虫 等等这些虫子呢 它的呼吸系统呢 就不像我们一样 我们用嘴呼吸 用鼻子呼吸 是不是 但是虫子呢 它不是的 它用皮肤呼吸 所以呢 只要用东西把它的皮肤 给连住 给封住 那么它自然就呼吸不了 加上一个碱性的环境之下呢 它更加的迅速一下子跟你说拜拜 所以呢 我们就用两个东西 洗衣粉 加 草木盔 或者是倒壳 汤 洗衣粉 负责封 草木盔 倒壳饭 负责碱性 去消灭它 一般情况呢 制作这个东西呢 我都不愧 就是提前做好 都是现做现用 一般情况煮好一口热水 就抓一把这个草木盔块的倒壳汤 直接抓给它一勺洗衣粉 就完事了 实在不行了 再给它一点洗衣粉也行 一点点就可以了 搅拌均匀之后呢 就可以把它过滤出来 然后装到喷壳里面 这样子呢 因为高温的情况下呢 这个草木盔块的倒壳汤呢 会更容易去把那个物质 去溶解到这个水里面去 这样子呢 再去喷 效果就非常好 当然呢 一定要等它降温了之后呢 才去喷了哈 那么高温的情况下 什么植物都受不了 如果您是提前一天 或者两天制作呢 您可以不许使用那个热水 热水呢 只是让它更快速的溶解出来 而已哈 如果提前浸泡呢 您可以提前一两天的话 清水浸泡就可以的 泡上一两天 这个效果也是不错的 等它彻底放凉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过滤出来 装到喷壳里面 一般情况呢 这里加的水呢 就是五百毫升左右的水就够了 一把那个大壳炭 五百毫升左右的水 然后把它稍微的过滤 我过滤的方法是超级简单的 用这是一次性的袜子 把它彻底的过滤出来 剩下的底下的渣渣呢 也不要浪费 您可以直接把它丢在夸盆里面 我们只要这个大壳炭的水溶液 由于浸泡的时间不是很长 可能这个效果会差了点 但是呢 对付一些虫子的问题 基本上都没 都可以了 这样做出来的水溶液呢 是不会伤害到我们的植物了 反而由于草木灰或者大壳炭里面的 可溶性钾肥溶解到水里面 等我们喷到我们的植物上面呢 是能非常有效的 帮植物补充甲元素 同时草木灰还具有 杀菌蛆虫等等的那些作用 加上洗衣粉的作用之下呢 即使是花盆里面 出现很明显的芽虫 红蜘蛛问题呢 也可以彻底的解决 当然有朋友说 怎么可能一次解决不了 那一次解决不了 你就两次或者三次就可以了 我是经常这样子喷一喷 反正对于我来说 这些东西都是不夸钱的 有草木灰的情况下是最好的 没有草木灰就用倒壳炭 倒壳炭的溶解力会稍微的差一点 但是呢只要泡的时间够 基本上也是可以的 由于我在家我找了一整串 我是没有找到任何的红蜘蛛 以及那个芽虫的身影 所以呢我只简单的示范 我们喷的时候记住 最好是正反面都喷到 正反面都喷完 正面喷完之后 反面也喷一下 如果红蜘蛛的话 红蜘蛛的话 记得把土壤也彻底的喷一下 三方面喷到位呢 才能把红蜘蛛给干掉 而且由于红蜘蛛呢 是祖生世代都在花喷里面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多喷几次 才能起到彻底消灭红蜘蛛的效果 养花呢有虫子的问题是很正常的 但是要懂得正确的方法 懂得正确的方法之后呢 虫子并不是太可怕 当然呢我还是提醒大家一句 任何的虫子以及细菌的问题 都是提前预防大于治疗 什么意思就是提前 平时多做好预防的工作 平时呢可以用这个 草木柜加洗粉的水溶液 多喷一次 即使是花喷里面没有这个虫子 也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 喷多几次之后呢 治养那些虫子都不敢来了 然后您会发现呢 以后就不会出现大爆发的问题 尤其是种植蔬菜的朋友 更要注意哈 好了今天罗说到这里 我是佛山花匠 感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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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